我是美濃巴森鳥協會黃淑梅 想請教郭院長 就是像美濃的地景裡面 如果說像我現在穿的美濃的藍衫 那這樣是我們客家的傳統的一個意象 那我覺得它是否列在地景的印象部分 然後還有我覺得那個生活的意象 是不是我覺得那個也是非常的珍貴 那如果在國家自然公園裡面是否有切入點 好 謝謝 可以協助讓他繼續保存 謝謝 這是無形遺產 美濃這個男生他是用什麼染出來的 對 那你用什麼植物 我們可不可能把這樣的植物再富裕 然後我覺得自然染可以推 那它就變成是你的產業跟你的地景是結合在一起 那現在我們在日本我常常去看他很漂亮的圍巾 各種賣的很貴 那就是剛剛邱老師有講說 藝術家可以住進 然後他可以更 即使是我們這種藍衫我可不可以更有質感 或是我沒有在地的材料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帶動地方的經濟 你的品牌也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然後就像你們的米一樣 米如果也可以是品牌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這些自然染 我們的布不會是 那你還可以再訓練出各種不同的 所謂的Fashion Designer或等等等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有很大的機會的 那而且不只是藍衫 你知道現在自然染非常多的原料 包括比如說櫻花的落葉 對你看到各種 對各種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在地的居民可以 而且那是要被物在利用 你很多掉落來的果實 葉子都可以變成自然染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 就像我覺得其實剛剛講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透過家族的參與 然後影響 我覺得那個角度就可以把這樣的事情 變得有趣的 其實就是做中學嘛 而且是游移育 那這樣就是那個志工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在美濃市 我個人覺得現在做高鐵都很方便嗎 院長 我是美濃五號產業的總幹事 我邱國元 在那個院長講這個國家公園的土地 呼籲保護的情況之下 我們美濃週五六年來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也就是說美濃正在推動自然國家公園情況之下 卻產生了一淹水地區 日水特別條例的頒布 也就是經濟部頒布的 也而且呢 摩拉河台灣發生以後 有一個叫做摩拉河重建特別條例 這兩個條例呢 下來在七三七 我們美濃好幾百億 好幾十億 第三個 農村再生條例 十年又頒布了一千五百億在美濃 也就是說這些錢呢 在這裡每一分鐘 每一日 每一年都在破壞美濃的地境 生態 生物 現在在進行中 請院長 你要怎麼跟公部門來協調 甚至我們要排除這些障礙跟衝突 謝謝 疼重的問題 不過這位先生 我覺得他那個點非常重要 我跟您報告 八八水災的時候 我們去那個金楓鄉 鄉長 其實應該是村長 他就很難 他說你可以幫我們嗎 他有幫他寫 寫Proposal去要錢 他說他現在有二十億 然後他的鄉公所裡面 管工程的只有一個人 你說怎麼辦 其實這很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液水地區的問題 我覺得民眾自己要知道說 我是要 就叫一勞永裕的環境 還是說我們在氣候邊遷之下 這種所謂的威脅災害 它就像剛剛日本 它是隨時會發生的 你丟再多的錢 都沒有辦法給你百分之一百的保證 我覺得這個教育是要讓民眾知道的 第二個是那個 在那個彰化 雲林 蘇智芬縣長 那邊也是 他們也給了一個大的治紅池 好像有上千公頃 錢也給了 然後是水利鼠做的 那就做了一個很難 對不起 希望沒有水利鼠的人 很硬很硬的一個大的那個壺 然後就是那要做什麼呢 後來那個蘇縣長真的還蠻 他就說他去跟 要去Lobby 他去跟上面講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來處理 他說我 你們的錢還是可以用 可是我不要這樣 只有一個大的一個治紅池 所以後來他們就找了林大元 他們幫忙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把它更生態化 我可以水量是一樣 可是我可以變成不一樣的壺 然後他同時也帶動周邊 在養那個叫什麼 有一種蛤蟆 那個好大一顆的那個 對就是很 他等於說他同時吧 因為水 我們都講治紅治水對不對 水利的看法 就做一個大水缸 可是從生態的看法 裡面也可以有淺的 然後再慢慢生的 那你淺的部分可以有濕地 可以種水生植物 然後再更淺一點的 你就可以養什麼文革啊 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其實那個產業跟地景跟資源 是要整合的 那也就是說 一定要有團隊 多元價值的團隊 不只有水利工程師來決定一切 那我覺得美容的問題 確實你剛剛講的 如果有一千多億 那簡直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的建議是說 也許我們盧局長很厲害的 他應該可以協助把一個 這裡的地景跟紋理 趕快做一個調查 然後他即使要治水 要做什麼提防什麼的話 我們可以identify說 我覺得他具有這些潛力 我就是不應該要碰 那這個運動我覺得要出來 否則你真的是一邊在保護一邊 他做那個更快 他的破壞是更快的 但是當然民眾要支持是說 我不要百分之一百的防腹 現在講安全防腹 那否則只要有民意代表說我要 我想你大概擋不過 但這個就是叫做那個 他講的資源是 原資這個部分 就是knowledge 你這個知識的部分 要正確的訊息給老百姓 讓老百姓說 我不要這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不過我覺得那個方向 必須要有這樣的力量去做 我本身是做水資源方面的 那我也有參與美農這邊治水的一些座談 事實上這個 好像錢多變成一個負擔 好像說會破壞 那這是 就是剛才郭老師講 他不知道怎麼去做 那水利署事實上 地基核專局也在很努力的想要再做一些事情 在這邊 但是他好像 雖然水利署最近已經改變了一些觀點 有點生態的進來了 但是他好像還沒有完全做得很好 事實上美農其實就是會淹水 就是 當然你說碰到像八把水在那個 一千年五百年發生一次 那誰也沒辦法 一天之內這樣一千公里 就是誰也沒辦法 但是呢 事實上你可以找到 就是三江匯流那邊 主要就是三江匯流 他雖然在那邊挖在弄在田 他其實還是沒有找到一些根本問題 事實上美農就是一個水浚的文化 水浚就是 淹水不外乎疏洪導洪 制洪嘛 這幾個方向 所以要互相搭配 你的水浚文化 你本來就只有導洪的一些設備了 主要就是一個制洪的功能 像剛才講的 事實上美農這邊其實就很多地 可以做零星的一個制洪池 從上游制洪的話呢 讓他阻礙他水流的方向 事實上這幾年 高雄市這方面的想法做得還不錯了 就是他們是用這種概念 所以做了很多生態制洪池 在高雄市 那事實上現在在高雄市 也正在蓋一個生態制洪池 在靠近鳳山那邊 所以這些是在美農的話 他本來就很有利的條件 這個錢是要花在你應該要怎麼做的地方 不是說越有錢越害怕 越破壞 所以他的天然的農田農地 制洪的功能 他就是一個濕地 他的水池等等 他怎麼要去把它倒洪 這個事實上可以把那個錢 花在有用的地方 所以我們中山大學水志願中心 很願意去來協助 來做這些 上次楊宏敦校長也來這邊親自來座談 帶著我們來座談 希望能夠來幫忙 但是也壓著水利署的官員過來這邊 但是好像這個就是說 總是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我們很難去切入 所以如果高雄市政府能夠來協助出點力量的話 我覺得我們一起把這個問題一起解決 把美農這個淹水的問題 上個禮拜到現在那個曼谷不是還淹大水嗎 我五月去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會議 很多他們的教授專家就講說 其實市政府已經要在他們整個都市蓋一個大堤房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會淹水了 可是很多的專家講說 這個堤房不見得有用 因為他們說我們的居民幾千年來就是住那個甘南市的房子 然後我們坐那個小船看嘛 各位都知道他反正淹水就是一樓也不怎麼樣 到後來就是說 開始有人有錢之後呢 他就不蓋甘南市的房子 他就退到河邊 他當淹水 所以這個議題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說 其實他本來就是在Delta 就是在要入海的地方 本來就是最低洼 那這麼多年來大家的生活就是下面停船 上面是小停子休息 他的房子就在二樓或一樓半以上 那這個才是祖先留下來的智慧 而不是用圍堵的方式 所以我想這個議題 可能最近各位可以觀察 還是一個很大的或一個debat 因為大家覺得說 不是你去把它圍起來 就可以解決曼谷的淹水的問題 那同樣的問題我想就可以回到說 剛剛楊老師所說的 如果能夠借重更多的專家以外 我覺得文化的這些人 他們也可以告訴他們過去的歷史是什麼 那就不會把錢只用在硬體跟工程上面 謝謝 謝謝 我想時間真的是有超過 不過我想非常感謝郭老師 今天所帶來精品的演講 所以我們也期待未來美農 能夠成立一個國家公園 但是這個肯定公園是帶來給地方 絕對有絕大的好處 而不是一個負擔 也可以說 嗯 謝謝